我就記得有一次 我們在學校要主持 然後四周圍都是滿滿的學生 然後我們要進行那種 大型的有信心節目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很開心 一直要幫那個學生們 就是我們分隊 然後要喊加油 加油 然後突然有到一半 然後導播就說咔咔咔 然後大家 我還想說怎麼了 為什麼要咔 然後這時候就突然 工作人員就衝上來 然後這樣護著我 然後就趕快把我往後面推 結果我才知道 就是我後面的拉鍊 在我一陣興奮的加油之餘 他就已經就是整個拍了 就掉下來 整個 那所以妳等於是露背是不是 就大露背 後面整個大穿幫 我那時候拍那個SPA 要介紹SPA的外景 也是啊 然後那水柱不是就這樣 一直衝嗎 然後就邊衝 邊介紹 這裡的SPA怎樣怎樣 然後突然我助理在旁邊說 他就聲音就這樣子穿出來 然後我非常地生氣 我說我們還在錄 他說 然後我就說 什麼啦 什麼啦 因為那水柱聲音很差 你也不知道 然後他說 你... 你... 天啊 你飯已經在外面沖水柱 沖到都麻掉的那一感覺 你... 我說 他說你還不去擋鏡頭 你還在淋什麼 你啊 結果被我罵一頓 反正這種女生出球 經驗真的太多 男生一直在耍帥 怎麼會出球呢 男生也有很出球的時候啊 比如說 像我的個性就是那一種 很不謹慎 沒有... 我是那種很不謹慎 對 然後很出之大業的人 然後這種人很容易出球 然後另外一種人是 你交到損友 你也很容易出球 對... 沒錯 被電害 像我第一... 像我... 前幾年吧 我第一次考到重機駕照 然後那個時候還沒有摩托車 有駕照了 很開心 就跟朋友借了一台摩托車 然後就想說 騎騎看 騎騎看 然後帥一下這樣子 感覺就是駕親舊熟 駕親舊熟了啦 這個 人車合一喔 然後我就跟朋友約 要從台北 從公館那個附近 然後騎車到壁壇去這樣子 所以在公館 我牽了朋友的車之後 就準備一個轉彎 上快速道路 結果還沒有上快速道路之前 的第一個轉彎 我就倒車 帶轉 然後再上快速道路 所以我要在帶轉的第一個彎 我就倒車 我就 倒了 扛不住 不是 扛不住 就是它那個重心 你沒有抓好的 一不小心就容易 就這樣整台車倒下去 打下去之後 趕快把它扶起來 然後大致檢查一邊 好幸運喔 我車子完全沒有損傷 我就很開心 我就快 好 那我們繼續騎 忘記我倒車的事情 不要說出去 好 我們就繼續騎 騎一騎之後我就發現 騎過來了 這車子怎麼騎都 擋 打不上去 對 就只能在一擋 二擋之間徘徊這樣子 所以是很慢的意思嗎 很慢 就是你已經把油吹到底了 它的速度還是上不去 然後 但是聲音非常大 對 然後旁邊幾台 旁邊幾台有騎摩托車 車友就在我旁邊呼嘯而過 有沒有 這聲音這麼大 怎麼還在原地啊 對不對 那你就騎腳踏車 會不會比較快 你說在河濱公園騎腳踏車嗎 那滿健康的 結果又檢查一次才發現 原來我剛剛檢查的時候 車子並不是沒有外傷 而是它內傷了 我腳踩的那個踏板的部分呢 因為撞擊 對 不能打擋 對 它被捅進自己身體裡面了 我不曉得該怎麼 把那一根踏板給弄出來 對 所以我跟我的朋友兩個人呢 就在那邊好像 就在那邊扯 在那邊扯 畫面太美 我不敢看 真的 好像有畫面 就滿丟臉的 那個時候碧壇人已經很多了 對啊 因為是假日啊 假日 然後那個小朋友走過去 媽媽 那個叔叔在做什麼 不要看 不能水鬼線 就還滿丟臉的 因為男生很愛車 所以很多出球的時候 我覺得當然有朋友 在倒楣好不好 一借他那個重機出去 就重傷了 當然我的朋友 的確都還滿倒楣的啦 就是 另外一個出球的事情 就是有一天呢 我喝醉 然後喝醉我很容易就 入倒 就是不省人事 什麼叫入 倒在路邊 就是倒在路邊 入倒 對 這樣太危險了吧 就沒有 因為我身邊有一個 很好的朋友 很會照顧人的朋友 叫陀宗康 這樣子 所以我只要跟他喝酒 我幾乎都會入倒 可以很放心的 可以很放心 對 然後有一天我又入倒了 第二天我醒來 我突然想起來 我今天也要主持節目 跟小康科一起主持節目 所以我就趕快到現場去 然後一到現場 入倒然後睡到天亮 睡到天亮 你會不會睡 路邊也太自在了吧 我那一天跟小康科入倒 然後睡在路邊 但是我醒來的時候 我在床上 那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就小康科把他帶回家了 對 把我帶回家 所以我就覺得 內心充滿了感激 對 然後就趕快趕到 錄影的現場 就一到錄影現場 就是讓我們歡迎主持人 陀宗康 然後就兩個工作人員 推著輪椅爬送出廊 那是什麼 對 然後我也 我心頭也是覺得很納悶 我說 發生什麼事啊 你怎麼了 你為什麼做輪椅主持節目 然後我問完 我還哈哈笑 因為很好笑嘛 就是主持節目 如果你們今天兩個穿得很漂亮 然後推輪椅做這 打亂講 對啊 就是大家會覺得很好笑 然後我就哈哈 為什麼你做輪椅好好笑 以為在做效果是不是 對 對 結果他生氣 他說 你還敢想 對 那一次我也滿糗的 對 他比較糗吧 他也滿糗的 對 他比較糗吧 他有一陣 他看了半年的復健科 你知道嗎 難道又很難 就是他為了扛我 把我扛上床 但是女藝人丟臉的事情 是不是也很多 好猛 這是每一個女生的噩夢 但我必須要講 我的新人很可怕的原因 是因為那時候我是新人 然後因為新人要出席一些 公司安排的活動 也沒有衣服可以穿 所以一定是就像公司裡面的 可能姐姐借 然後或者是他們用他們的方式 借到一些贊助這樣 那我記得我穿的那件非常大 尤其是胸尾 我完全撐不起來 然後公司就說 去買NewBron 反正NewBron黏了 上面只要頂住就好了 那我就說好耶 試完之後發現非常OK 而且曲線都有了 我就很自豪 就覺得天啊 一定可以美美的出席公司 幫我安排的 於是走到定點拍照的時候 我就看到 我經紀人就這樣看 我就這樣 然後我想說 怎麼了 我 妳剛剛出公司的時候 妳不是肯定我嗎 妳現在這樣 然後我就發現不對 有兩塊重物往我 肚臍眼下來 但是在這個同時間 妳應該很有感吧 我想到的是 我的衣服沒有了胸部 那兩個支撐 她會整件往下 於是開始拍照姿勢就是這樣 一直往前頂 我一直用肚子的力量 跟安全褲的力量頂著它 讓它有個摩擦感 不要掉下來 夾住 我是攝影師不會說 手放下來 動作大一點 我可以離開那個地毯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NewBron這東西 真的是 日子藝人的夢魘 因為上一次也是有一個 綜藝大哥 然後那一天他宴請了 大概有二分之一 演藝圈的人應該都有到 然後就是他要開創他的副業 然後我們就去支持他 跟他恭喜...這樣 然後他現場也有安排歌手 就是演唱 然後結果演唱到一半 我說那個歌手的禮服 有點怪怪的 然後結果原來他是這個 他的NewBron也是掉了 然後他的禮服也是 靜靜的往下滑 然後點都已經出來一點點囉 然後我想說天啊 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然後就在這時候 唯一把那個禮服 撐住的就是那個點 對啊 哪有這麼大的點啊 也太大 點會不會他撐太多東西啊 那而且這時候 點剛剛很用力的 撐住這樣 對啊就是他其實當天 真的已經穿幫了 NewBron我也講到 就是前陣子我拍一部電影 然後呢 因為我們要穿非常合適 那種超級貼身 貼 超貼身的禮服 然後我的禮服前面就是 你一彎腰就會看到 很深的乳溝 所以你就貼NewBron 但因為是在南部 那天 大熱了 好流汗 超熱的問題 因為呢 我從那大豆哥的跑車裡面 要下車 因為跑車又很低 然後穿著長禮服 所以你一開了車門 你要一撐 一撐之後 我就感覺到有 我也有下桌 但是因為這在拍電影 要很美這樣下去 所以下去是會彎腰 可是我已經聽到 你是不是想玩了怎麼辦 然後我就想說 我不要管他 我就下去 結果我一站起來的時候 他就已經在這裡 所以我是兩次 然後導演說他 對啊 那個是什麼 他說 超糗的 我覺得很糗 而且那個一裂開 再也切 再不換 因為是因為流汗 裡面都是水 一流汗之後 那NewBron 整個就是貼不住 我媽宏哥 你一定不明白對不對 因為好不容易 就是有一個位置啊什麼 這是你自己的 當你是視為它 好不容易得到 你當然不能輕易的 放棄它 我現在會這麼覺得 但我以前還不懂事的時候 完全不會這麼覺得 所以我就是被弄的那一個 而且我覺得雙面人這件事情 最常發生在模特兒界 對 每個人勾心鬥角 沒有真友誼耶 我在模特兒圈 沒有交到一個朋友 真的 表面朋友啦 就我那時候 你這樣很多人很傷心喔 但就是表面朋友 我真心覺得就是 那個時候 我是做平面模特兒嘛 所以那時候就會拍一些 什麼服裝品牌的目錄 或者是官網的一些衣服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 算是滿大的服飾品牌 就找我去做他們的模特兒 然後那時候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資深的學姐 所以就等於是 我們兩個這樣一起 然後我第一次 跟資深的模特兒工作 我就有點緊張 就沒想到一工作下來 她人很好 她會現場就是幫我看 我今天的穿搭搭配 然後她會幫我弄我的妝髮 然後飾品還會介護 好貼心 我就覺得 我遇到貼事 就很照顧 很照顧的一個學姐 然後那一次工作結束之後 這個關係就變了 為什麼 因為那一天去工作的時候 我自己的狀態非常不好 就是我太常熬夜 工作 然後又累 所以我那天的狀態 就是我每拍完一組照片 我可能就要去補妝 然後她就會在我旁邊跟我說 沒關係 妳去補妝 我們等妳 所以妳趕快去自己 狀態用到好才是最重要的 我就說好 我就真的在那邊補 對 然後那一次工作完之後 我就 廠商就再也沒有跟我聯絡 我想說 是因為我那一次狀態不好 得罪廠商嗎 然後後來過了很久之後 我再遇到了那時候的工作人員 然後我們就聊起了這件事情 他就跟我說 其實妳知道嗎 都是那一個模特兒 在講我的事情 就從一開始合作 他就先說我大拍 他說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 新人模特兒這麼大拍 叫我幫他配衣服 我就 好嚇人 怎麼會這樣 對 我就被他講的 我真的很大拍 然後在那時候 廠商只是先聽聽而已 因為他們畢竟覺得 就是模特兒今天本來 就很容易這種誤會 然後後來到那一次 我不是狀況不好 一直去補妝嗎 對 然後他就馬上跟廠商說 你看 他又來了 他又在那邊假面甜心耍大牌 他一直霸在那個 因為我們舒嬅間就一間 他一直霸在那個 唯一的一個舒嬅間 然後要所有的工作人員等他 等他 可是是他一直說 你去補 你去補沒關係 對 然後那一次廠商 因為廠商也親眼看到這件事情 說對 他就是一直在補妝 所以那一次之後 他就跟廠商說 我希望你們可以把它換掉 因為他嚴重拖到工作的進度 然後你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再跟他配合下去 然後從那一次之後 所有的官網的目錄的封面 全部都是他一個人 然後那一次我就很生氣 因為就是他是一個雙面人 但他卻講我是耍大牌 對啊 但你知道這種事情就是 我也沒辦法去怪他 因為我自己 傻傻的相信這件事情 對 然後我自己當下也覺得 就是狀態不好 所以被他抓到這個小把柄 然後讓他可以這樣 一舉把我拉下來 所以我覺得是 一舉拉下來 他一舉有兩得喔 對啊 所以我就學到一個教訓 就怪說是自己沒有保養好 所以讓自己的狀態 沒有辦法維持住 每天都要維持最好的狀態 你看我們就是這樣 就是被人家害了 還在怪自己有沒有 自己不夠好 還在檢討自己 對 然後那時候其實很多朋友 就是說你一定要補充一些 保健食品 你要吃這個商品 對 你要由內而外的保養 不然你就是會 讓你整個狀態很不好 所以那時候就推薦我吃這個 登登 日本原裝進口的B加C 我這個瓶子好可愛喔 這個也是隨身攜帶的小瓶 這好方便啊 他們的 隨身的小瓶 可以丟在包包裡 超可愛可以隨身攜帶 對啊 因為像我就是 每次要吃維他命 都會忘記啊 丟這種在包包裡 想到就可以吃 小的帶包包 然後大的放家裡 你知道這個裡面的成分 我要介紹一下 它非常厲害是有一個 維生素B2 就是它的 因為它的名字就是叫BD 就是因為它B2非常的重要 然後B2就是可以讓你 維持能量正常的代謝 還有肌膚的健康 然後它不只有B2 它還有 然後重點是它不只有B群 它還有 然後維生素C 大家都知道是可以抗氧化 然後 幫助吸收 對 幫助吸收 但它其實還可以就是 促進膠原蛋白形成 然後還有增加鐵的吸收 所以是女生非常重要的 B群藥碼就是那種超大顆 根本吞不下去 但因為它就是 這麼小顆的那種 糖衣錠 吃起來跟紋 完全沒有任何怪味 對 所以你就會可以 很好的這樣持續天天補充 你就不會在那邊 藥吃不吃這樣 而且要吃到身體裡面的東西 品牌應該很重要 很重要 而且它是日本知名 大廠生產製造的 而且它在日本 其實就非常的紅 你在藥妝店 它就是擺在最前面的那一個 沒錯 然後一去年晚去就賣光光了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 去日本搶貨的 所以品質是非常有保障 吃得以安心 對 然後而且以前是要去日本 才買得到 對 現在大部分人出國 現在不能去 然後現在也不用去日本買了 因為它在台灣的 各大藥妝店 還有品牌官網就可以買到 而且是原裝進口的 所以現在很方便 尤其是像我們都算是 非常忙碌的人 BB對我來說是超重要的 要不然我就是嘴巴破 不然就長那個 嘴巴會長泡疹 對 對啊 上次差一點 這個座位 就要被製作人換掉 因為長太大顆了 有這麼誇張 有 甚至超大顆的 妝都不能化 所以這個B跟C加起來 其實就是由內而外的保養 是最基本的 對 就是可以補充你的元氣 然後維持健康 重點還可以養顏美容 沒錯 妳這樣出去 接案子就讓人家沒話說了 就不用花很多時間補妝 坐在那邊都自帶反光板了 對 好 可是我們剛剛聊了很多 但是那些是外面的人 雙面人 會讓我們覺得很可怕 但你知道有一些雙面人 他居然就潛藏在我們的家裡 在家裡 當你遇上家裡的雙面人 你是不是會反擊 但反擊之後會衍生什麼問題 各位來選選看 你如果是有一天在做夢之中 突然一醒來 一覺醒來 你突然出現在別的星球上 然後這個星球呢 是下列哪一顆星球 我們運用一下自己的想像力 好 一 灰白的水星 灰白色的水星 二 淡黃色的金星 直覺 三是中紅的火星 四是天籃的天王星 好 來 一二三請舉牌 你們兩個 剛好耶 我們兩個是火星 你們兩個是天王星 好 來 老師麻煩你 好 那如果剛剛我們 你要選擇前兩個 我們先告訴你 這一則跟天文戰心學 都有一點關係 灰白的水星 水星在希臘神話裡面 是Mercury 它是信使之神 也就是在訊息的傳遞之下 所以水膩的時候 大家會有思緒混亂 對 會選擇信的無視 微婉已對 當面對家人的衝突之間 算了 我不要起衝突 我微婉一點好了 那可是這樣的缺點 就會造成你姑息 會足以養肩 對 以後的問題 你只會累積得越來越大 你要在收拾的時候 早一點收拾就好了 後面已經長成一棵樹了 前面小草你不割掉 那就慘了 那如果你是選擇 二是淡黃色的金星 對 金星是Venus 它其實是愛神 那它還有一個兒子 休息過 兩個都會愛神 那它會 這種人的角色 它會協調分配 力求公平 那如果你有這個特色的人 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很累 你可能常常召集兄弟姐妹 一直協調 那開個會 我們還討論 誰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你腦袋比較清楚 但你如果分到其中人的一份 可是你卻要負擔 大家所有的事情 那就會很累 那如果是選擇 三 棕紅色的火星 火星它的希臘神話 是戰神馬爾斯 很有力量的一顆星 會素認清事實 而且挑明講清楚 就說直接了嗎 真的耶 對啊 好準喔 那可是問題是 親戚之間有時候 話講了之後 不像朋友之間的 會三感直接 這個也很直接 這句話是直接了 所以那這個選項的人 如果面對家人 如果什麼話都明講 直講 就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可能會搞壞關係 搞得老實不相往的 而且我剛剛說 婆婆不能說實話 是因為 我真心媽媽 你看 這副話 還要補一半 可是也可以跟婆婆講一下 就是這個選項的 媳婦有一個好處 就是她不會在私底下講 因為她根本忍不住 都已經噴話噴出來了 真的 就看到表面怎樣就怎樣 不會來陰的 對 那如果跟佩蓁 她有挺選擇的一樣的 天藍的天王星 天王星的守護神 在希臘神的話 是一個很怪的一個神 她生出來一些兒子 都是巨人 她很不滿意就長這樣 所以她反正都吃掉了 打遠的打遠 隔到人世間 隔到人世間 吃掉吃掉 那所以她的性格有點古怪 天王星的特性會依喜好選擇 親近疏遠 也就是面對 如果一家子的親戚的時候 我相處一兩次 我大概就知道 我跟你這個家會不會往來 所以就有一些 就推得遠遠 就一輩子像陌生人一樣 有一些就選擇親近 那所以會選擇性的去判斷 親戚該不該接觸 但是親戚本來就很多 所以道不合不相為謀 我會是選擇這個選項的人 面對親戚之道 但不會吃小孩 對啊 吃小孩 親戚主 說一下子 小孩子要怕死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